大家好 我是吳仔 音樂神童於煙 又中了 嚇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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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倒了世界大戰 請大家給個例子刺一下 瘋子的俄國轟炸機 兵分三路進攻美國 不是吧 有沒有給我讚好嗎 不給我讚好就沒得給了 還有那個Thank you 那個可以給錢 哈哈 有個新的 現在Youtube刺近 世界大戰 俄國轟炸機 是否真的炸美國 美國有隱形戰技 性控攔截他 愛爾蘭全面封殺中國人投資移民 說連愛爾蘭也加入戰圈 黃金簽證九成申請者是內地公民 他不給他們入境那些 另外美國密歇根州大學唱極案 兩名中國留學生 原來還唱 哎喲 北韓糧食危機再度惡化 軍人每天吃東西都要減少倍額 曾經關了一個山洞到十七天的 泰國少年足球隊長 英國留學期間突然死亡 為何會這樣一個世界呢 我們交給OK仔 跟大家說一下 詳細的新聞內容 謝謝五仔 大家好 OK仔 到國際新聞的時候 也會跟大家跟進一下幾宗消息 第一宗消息是關於 現在愛爾蘭就說 據報暫停這個黃金簽證 投資移民計劃 說到這個移民計劃 愛爾蘭對我們來說 可能都...我過去... 英格蘭就行了 要什麼愛爾蘭呢 但是原來對內地人來說 對中國人來說 就很大件事 因為這個黃金簽證 是有九成多中國人申請的 哎呀 那會不會關乎 太多中國人 擁在現在 連愛爾蘭都伸一腳 集庭這些內地人 不讓他去中國移民 哎呀 有些人就說 愛國家嘛應該 是不是 留在中國 每個人都走路了 其實這個世界 哪裏有錢賺的 就去哪裏 好了 除了講到這件事之外 也都跟大家跟進一下 關於美國默契根州 這個大學的槍擊案 原來有中國留學生在裡面 現在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 就跟進一件消息 另外呢 就說到 北韓 喂 博士吃咯 死得咯 這波 那真是怎麼辦呢 那個糧食危機惡化了 哇 真是金仔 你啊 經常拖著女兒出來 笑騎騎 但是背後的人 就沒辦法開 真是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好 首先和大家跟進一下 什麼事先 就是關乎美國默契根州 這個叫做州立大學的槍擊案件 因為 中國 芝加哥總領事館 就 回報 出來 就說原來有兩個中國留學生在裡面 是受傷的 那麼 這件事件 三個人遇難 五個人受傷 在美國默契根州立大學 說到 芝加哥領事館就說 這兩名傷者 五個人受傷當中 有兩個傷者 就是原來中國留學生 來的 那麼 就已經去了當地醫院 接受救治的 那麼 總領事館就發表聲明指出 近期 美國多地 接二連三發生槍擊案件 造成 包括中國公民 在內的嚴重人員傷亡 總領事館提醒大家 真的要留意一下 當地不同的州份 局勢安全 提高安全意識 並且加強防範保護自身安全 那麼 又不用上綱去到 立即說 變成 是不是排華 是不是壽華 這樣子 因為 你知道 美國的槍擊案 很多時候都是無差別的 沒有目的 Random 隨機殺人 純粹是瘋了 只能夠這樣說 所以 大家真的要小心 所以 美國是本身一個 有些人覺得 拿美國綠卡很輕香 但是其實 某程度上 如果你說真的移民 美國 這個 好像很西薄 還是很西薄 牛仔 有些人還是 這件事 都要小心 另外 跟大家跟進一下 什麼事呢 就是關於金仔方面 金正恩 剛才一開始說到 這個糧食危機 之前就說到 吃樹皮 很嚴重 想過了一會就沒事 金仔搞得定 現在就說 不是 越整越差 再度惡化 這個糧食危機 軍人 每天的配給 減40克 你本身有多少克 現在減40克 減40克 都沒有了 不會吧 只有這麼少 南韓報章 報導 北韓糧食危機 北韓糧食危機 惡化 軍人 每日糧食配給 由原本 620克 減到580克 也是2000年以來 首次削減軍隊的糧食配給 北韓主要城市 以草軍備 軍糧為名 希望 趨速市民 每兩三天 就交一次 愛國米 你沒有 你哪有 可以交 報導引述 消息人士指出 北韓人民 平均每日配給糧食 北韓有九個級別 通常 軍人 是三級以來 但是有 南韓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北韓去年的軍事演習 比之前減少20% 可能是因為資源短缺 空軍 沒辦法在夜間訓練 南韓統一部長指出 雖然北韓還沒有出現 大饑荒 餓死人的事件 但是 從這些種種跡象 可以告訴大家 糧食問題 看來是惡化的 他指出 平洋已經向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尋求協助 但是監管援助出現分歧 導致談判破裂 不能得到進展 也指出 北韓的領袖 金正恩的女兒金主愛 經常在量上 你看到金仔和女兒 就說 其他人就沒有飯 很嚴重 可能說到 為了在日益惡化的人動危機當中 希望做出一些照片 片段 希望可以令到他們的國民團結 加強他們對統治者家族的忠誠 可以為了 我看到你開心 我也很安慰 但是問題是我沒有飯 看你女兒又肥肥了 你金仔又肥肥了 你們的家族 今天家族吃得很好 我們又吃樹皮 不知道這樣會否可以團結 我真的不清楚了 金仔 你看來你的頭都很癢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下 這個愛爾蘭移民事件 集庭這個黃金簽證 一開始打算不關我們事 我們又不是經常去 愛爾蘭比較冷 我覺得你看這麼多移民新聞 都比較冷門一點的地方 對香港人來說 但沒想到原來是內地客 中國人很歡迎的 愛爾蘭司法部發表聲明指出 由昨天開始不再接受黃金簽證 什麼叫黃金簽證呢? 簡單一點 投資移民 給錢就行了 司法部部長指出 政府需要對所有簽證項目進行審查 包括對更廣泛公共政策的任何影響 如果說到這個簽證項目在文化、社會、經濟方面有持續適當和適用性 可能他們的投資 都不是對他們的國家 甚至乎對他們的地方有什麼幫助 純粹很多人說 我有錢扔下來轉過頭拿了一本護照 根本轉過頭都不在愛爾蘭發展 就說到 申請遞了簽證項目會繼續處理 說到現在還有1500份申請表格還在審議過程 其實說到這個黃金簽證 投資移民計劃 在2012年推出 適用個人財富不少於200萬歐元 非歐盟的公盟 200萬歐羅 我當你十算也要2000萬 說到這個國家的政府又指出 自從計劃推出以來 已經帶動了當地投資 說到12.5億歐元 當然了 金額夠大 我又覺得奇怪了 誰投資 原來根據愛爾蘭政府的數據 看得到 申請者大部找到內地公民 截至到去年6月23日 收到1547份表格當中 有1458份 是內地公民 有愛爾蘭時報指出 由於大量申請者都是內地公民 所以司法部官員 上年建議暫停受你新的申請 我告訴你 內地是 因為它有門檻 你200萬歐羅 歐元 你本身有這麼豐厚的底 我告訴你 你自己計算 1400多人 你再乘200萬歐羅 你自己計算有多少錢 天文數字 那裡已經是 對於國家來說 全部都走過去 國家當然是 都頭痕了 但是愛爾蘭方面 都覺得不行了 看來 可能太多單一的人士 就走出來 可能 不知道 會否影響到他們 國家的情況 還是想著 你知道現在世界各地 中美國力事件 都挺嚴重的 是吧 那愛爾蘭 免得扯到這些混水 一會兒 這麼多人過來 一會兒影響到 他們之間的和諧 西方社會的和諧 就不好了 另外 跟大家跟進一下 烏和戰爭 這場烏和戰爭 差不多準備了 新一波攻勢 是不是 但是說 俄羅斯的轟炸機 竟然兵分三路 分別在白領海 巴林茲海 以及拿威海 索科奇海 和諸科奇海 和諸科奇海 還有惡霍刺黑海展開了長時間的巡邏 期間一度飛入了美國設置在阿拉斯加的防空識別區 美方出動戰機攔截 當然緊張 你弄了長途機過來 而且是長途轟炸機 你怎知道你俄佬會不會很流行 在你邊界徘徊一下 然後飛著飛著又越多 看你沒什麼反應 然後一舉就衝進來 這件事都令人很緊張 俄羅斯國防部首先表示 兩格陶95MS戰力轟炸機在蘇30戰機護航底下 在分隔歐亞大陸和美洲大陸的白令海中立海域上 展開了歷時超過7小時的例行飛行任務 同日稍後俄羅斯國防部公佈 兩部圖160戰略轟炸機在歐亞大陸西面的巴倫之海和拿威海中立的空域上飛行 完成了超過13小時的例行飛行任務 其他還做空中加油 美國的北美防空司令部說 司令部附下的阿拉斯加地區 探測最終識別攔截兩部俄羅斯的戰略轟炸機 他們在阿拉斯加的防空識別區活動 美國派了兩部F-16戰機出動攔截 另外加多兩部F-35A的隱形戰機 一格E-3空中預警機 兩格KC-135空中加油機支援 嘩 真是厲害了 但是俄軍的飛機很聰明 讓人跑得在球田中 這次突然打進去 然後便被你當球派 不是 他們在中立海域上徘徊 這件事會不會引起新一輪的衝突 俄羅斯加 他很流行 集結 接著一漢門口飄一飄一飄一飄之後 他好像試試你水溫 當他覺得時機成熟 等到警戒心放下來 全面進攻 令大家也比較緊張 在新年,會不會開一條新的戰線 有專家指出 就著這場烏和戰爭 俄羅斯方面已經損失了一半的坦克 怎樣打坦克大戰呢? 又說集結了一千八部坦克 又說跟烏克蘭準備來德國美國大戰俄羅斯坦克 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表示 自從烏俄戰爭爆發之後 俄羅斯一年內已經損失了超過一半坦克 大概是二千三百部 但是強調俄軍的空軍基本上毫無損傷 有可能在下一個階段積極投入作戰 這個報告表示俄羅斯最先進現代化坦克當中損失率高達50% 所以為什麼俄羅斯後來派一些舊式 即是蘇聯時代比較舊的型號出來呢? 因為新款不夠用 他們都要留在俄羅斯用 這位研究員說 俄方所生產和收復的坦克 遠遠不足以彌補這個損失率 目前前線的裝甲車隊 規模大約是戰身爆發的時候的一半 所以他們推算俄羅斯損失了二千三百部坦克 烏克蘭損失了七百部 但是由於防空力量不足 導致俄方的戰機好像沒什麼損傷 加上俄軍最流行發放長程導彈 狂轟炸 所以這次的新一輪攻勢會不會集中在控砂方面呢? 要看看才知道 另外呢就說到 現在 新西蘭 哎真的 頭都帶來了 又水災又打風 現在又出現地震 真麻煩 新西蘭 庫克海峽 就發生了一宗 黎克特製六點三級的地震 這場地震雖然沒有造成傷亡 或者海嘯警告 但是說到鎮央鄰近首都威靈頓 全國超過六萬人都報告感到震動 包括奧克蘭和基督城的居民 大家都很緊張 土耳其的大地震過很久 現在全世界大家對於這些天災也非常敏感 尤其是深夜 說到這場地震在晚上七點三十八分 美國的地質陷害局 指數是五點七級 鎮央位於南島和北島之間的 庫克海峽的海底 距離岸有五十公里 震源深度是七十四點三 比較深 受到地震影響 火車是需要緩速行駛的 影響服務班次 鎮央附近的交通基建 需要暫停檢查損毀情況 在這個檢查完成之後 就恢復正常運作 再加上颱風 熱帶氣旋 新西蘭 今年都飽受天災的困擾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下 一些新聞 就說一位曾經被困動月十七日 這個泰國少年足球隊隊長 竟然在英國留學期間離世 這件事件都記得野豬隊 有很多成員走進了一個動月探險 最後被困 他們在被困十七日之後 就奇蹟救援 救了出來 這件事全球都知道 英國媒體在昨天報導 當時死裡逃生的足球隊隊長 多姆在英國留學期間離世 BBC說 多姆在英國離世 暫時未知道的死因 但是有報導消息指出 他身前頭部受傷 報導指出 多姆的母親已經把他的死訊 告訴少年足球隊的成員 經常到訪位於清邁的寺廟 這個寺廟在Facebook發文 悼念多姆 並且發佈少年足球隊成員 和爭女的合照 部分野豬隊成員 亦都在社交媒體發文 公開了多姆他們隊長的死訊 原來多姆生前 在泰國非牟利組織的協助下 拿到獎學金去到英格蘭留學 他在二二年十七歲之年齡 入讀萊斯特郡 里斯特城 的足球學院 不知道什麼事 可能要等到英國方面公佈多些資訊 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走得這麼快 另外跟大家說 跟上一宗消息 這個世界很多恐怖分子 大家出去玩要小心 這次在印尼 印尼巴布亞分離分子 竟然老走新西蘭機師 發佈了一些照片和影片 根據路透社報道 被協辭的是蘇西航空公司的機師 梅爾騰斯 他在七日的時候 把五個乘客送到巴布亞偏遠地區 印度加 飛機降落之後 被西巴布亞的民族解放軍的成員 擄走 路透社就沒有辦法獨立核實 巴布亞分離主義分子提供的 影像真偽 但是說到 有位這位基士的朋友 證實了解消息 這張照片的樣子 的確是距離的 這樣 這個 叫做 民族解放軍的發言人 說到 看到這樣的照片 拿著槍的功 他說為巴布亞獨立而戰的 巴布亞軍隊 俘虜了這位基師 他們要求軍隊撤回印尼 如果不是這位基師是終生會扣留在這裏 老實說 都不關事的 你隨便抓一個外國人 逼印尼政府威脅 印尼政府 可能這些對他來說 關我什麼事 你說抓了我的官員 或者抓一個外國人 有什麼關係 這樣一個半個 不知道 可能他覺得武力 到時候殺了他們 也遲 另外 說到印尼 這件事件很誇張 什麼事呢 印尼有一個男子 就懷疑 會所而同 怕警方逮捕 竟然做了這樣的事 這樣也可以 根據每日聲報的報道 這名匿名叫YDB的男子 不知道為什麼匿名的名字是硬寫的 他住在印尼東魯沙登加斯拉省 剛剛在星期六上五 他在門外跟鄰居聊天 但是他突然間神色緊張 打斷對方的對話 表示自己跟對方說 他說要趕著入屋洗澡 好了 鄰居覺得這個人 古靈精怪 到下午 再上門拜訪 看看這個男人的情況 結果 他全身血 什麼事呢 這麼恐怖 警方受訪的時候 跟當地傳媒這麼說 這個目擊者 看到那個男人下層飆血 警方調查發現 原來那個男人拿刀 揮刀自攻 整顆招斷了 留下兩顆蛋 當地傳媒是這樣的 原來這個男人 懷疑在已婚的情況下 淫蝕兒童 警方發現人說 他淫蝕兒童 是他的兒子 和其他小孩 由於這個男人 怕被人知道 所以做了這麼極端的行為 更加 有人在這個男子的浴室 當中的玻璃瓶 找到他的招 不是吧 他真的想著做公公 這個男人在日前進行手術治療 應該拚不起來 斷了這麼久 真的 又要害怕 又要做這些事情 又要害怕被人拘捕 不是吧 沒有的 自閹都沒有用 另外跟大家說一下泰國 泰國宣布 由6月1日起 徵收旅客的入境費 有幾個收費 現在大家要留意一下 說到 6月1日起 由機場入境的旅客 需要每次入境 需繳付300泰銖 大概69.7的港幣 但是如果 你經綠路 或者水路 就說需要 只是給34.8 其實泰國很多年之前 已經想著 開徵外國旅客入境費 但是你始終知道疫情 就要保持住了 去年泰國政府透露 航空旅客的入境費 將會納入機票計算當中 而入境旅客的費用徵收方法都未清楚 彭博社報導指出 這個消息 經過泰國政府的內閣通過之後 他們就公佈了出來 預計在今年能夠 只是說 這60幾元入境費 就可以 整年賺到9億的了 這些費用用來 資助當地的旅遊景點 開發 以及為了幫旅客提供意外 健康的保險 這樣 幾十元就給他 沒什麼所謂 很多人都是 不是太貴 你說幾百元就想想 但是幾十元就沒什麼所謂 另外跟大家說說 抖音神經病的事情 又出現了 台灣說有些裸女在這裡玩 街頭接吻 想要騙流量 在內地 不是在內地 在外國 就很多這些叫做 古靈精怪的挑戰 之前說吃藥 毒品還是怎樣 現在抖音 又出現歪風 就說致殘傷痕挑戰 大家在這裡玩撕自己 在法國 抖音近日流行 致虐傷痕挑戰的事件 引起關注 就說這個挑戰者需要 用特定的手勢 大力撕自己的臉 就留下一條長長的紅痕 這件事就說在學生之間 就瘋傳 累計就有過百萬尾巴了 沒什麼好玩 就是怎麼樣 被人虐打 說到很多媒體 就說了 很多媒體報導出新聞 就說挑戰者需要用食指 中指夾著臉 就可以用力轉 就是那樣地擺出一條瘀癢 抖音也有教學示範 教人怎樣可以掴摺出最受歡迎的傷痕 展現到自己能夠承受的痛才是真漢子 你真是白癡 這些事情都會有人做的 抖音聲稱禁止煽動自虐內容 但這家公司回覆說不認為 影片有違背使用條款 拒絕設 這件事我又覺得好像不對 他不是自虐是什麼呢 難道化妝嗎? 弄得每個人都像被一條鞭打一樣 真是很難玩 另外跟大家說說 比利時發生了一宗奇怪事件 有一場球賽 說到比利時的西布拉班特地區 次級聯賽 發生了一個龍門救了十二馬之後 竟然暈倒了 當地的現場的醫護人員 立即幫他做這個 即是CPR做那些東西 將他送完之後 竟然 沒有了就證實不致 這件事都震驚球壇 為什麼會這樣呢? 搶救無效 竟然又反雲罰術 佛術 最後那球十二馬 成為他最後一次在這個球場上的比賽 大家都很惹怒 這些事件 一間中都聽得到 聽一下波突然暈倒了 撤死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 本身身體有些事了 好了,那今集時間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事,拜拜